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放入胖子的肉 便有了现在小微哥吃的美食 小微哥一听 简直恶心的要把胃都吐出来了 阿兰指责他是在浪费美食 随即阿兰和壮汉把小微哥夹击在中间 一看就没有什么好事 这时小微哥灵机一动 想起别人送给他的应急手杖 启动手杖后的他一下子发到了天上 但是强悍的阿兰在身后穷追不舍 还使用了生化武器屁去攻击他 只见阿兰用手指抵住鼻孔 煞时间白烟四起 阿兰变成了一只货真价实的猪 于是小微哥和阿兰展开了一场人猪大战 两人站在擂台上开始比武 战斗力极强的猪腰打着小微哥连连求饶 小微哥也趁着求饶机会开溜 整个逃跑的过程异常艰辛 庆幸的是小微哥人员不错 成功的在村民的帮助下逃出升天 并且痛改贤非 不再有手好闲的拼颜值 而是用自己的实力成为了全球第一位宇航员 影片就结束了 滑稽幽默的故事和夸张轻松的表现形式 它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的米老鼠说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